你好,我是折着王子 有位网友留言牌号说想学一下这款小天鹅的折法 今天我们就来折一下 这个用的是边长15厘米的纸 大胆的用的是边长20厘米的纸 下面我们开始学习它的折法 我用的纸边长20厘米 首先把两个角对折 把这个边往下折 对齐下面的边 折含压到这个角对应的这里 展开 这一侧也一样 对齐下面的边 展开 后面的角翻回来 左右两个角对折一下 展开 上下旋转一下 下面的角折向这个交叉点 左右两个角往里折 对齐中间的直竖线 这里稍微展开一下 从这个点这里 把这个部分往上折 对齐中间的这个直竖线 折含压到这里 然后把这个角捏起来 往上折 把这个部分斩平 这个在一个水平的横线上 自然的把它压好 这一侧也一样 这一侧也一样 稍微展开 这个部分往里折 下面的边对齐中间的直竖线 压出折痕 折痕压到这里 然后把这个角捏起来 把这个部分斩平 往右上方折 这个线在一个水平的横线上 把它压好 然后把两个角放下来 再把它往外折 对齐外侧的这个斜边 这一侧也一样 然后把它展开一下 这个边对齐这个斜边 压出折痕 折痕压到这里 然后把这个角捏起来 把它折下来 左侧的边对齐 把它压好 这一侧也一样 展开一下 里面的边 折向外侧的边 折向外侧的这个折痕 然后把它树立起来 把这个角捏起来 折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 这个部分 小角往里折一下 展开 撑开 按着折痕 翻折进里面 这一侧也一样 先把这个角往里折一下 展开 按着折痕 按着折痕翻折进里面 上面的角沿着折痕折到后面去 把这个小角往上折一下 展开 梳立起来 撑开 压平 这一侧也一样 把这个角往上折一下 对齐这个点 展开 梳立起来 从中间撑开压平 这个小角往里折一下 展开 撑开 撑进这个指缝的里面 这一侧也一样 这一侧也一样 帮里折一下 展开 撑开 塞进指缝里面 然后左右两个点 把这个部分往上折 接下来把这个角 从后面对折捏起来 把这个角捏起来 从后面 然后把它往上折 这个边对齐 大概从这个根部 然后把它压好 下面自然的压好 这一侧也一样 把这里撑开 这个小角往后折 把这个角捏起来 把它往上折 大概从这个点这里开始 左侧的斜边对齐 下面自然的把它压好 左侧的一半折到后面 左侧的一半折到后面 把这个角往下折一下 展开 按照折痕向下翻折 然后再把它往上翻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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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部分撑开 压下来 稍微展开 我们这样看 这个边往里折 把这个部分折细 这一侧也一样 往里折把它折细 然后这里 然后这里 把它往里折 留出小段再往外折 嘴部 嘴部 前面撑开 后面把它捏一下 形成这样 形成这样 尾部 往下翻折一点 再向上翻折 上面这里撑开 上面这里撑开 尾部 尾部 尾部这里 往里挤压一下 这一侧也一样 往里挤压一下 把脖子 把脖子 撑开 往里弯曲 形成立体感 前面也往里折 弯曲一下 然后把这里 撑开 向前翻折 这个脚也一样 撑开 向前翻折 最后调整一下 这样一款天鹅就完成了 关注折着王子学更多 我们下期再见